喂,你在聽什麼? 在聽廣播 星期五晚有大董事 Gary和Locky 還有遲些睡覺 和大家一起講香港播 UFC最新戰況和賽後檢討 MNA界內部消息和你一一分析 我立技研究生Jacky 有我由18宗有Rick 會和大家講解綜合格鬥技的知識 我們和你一起格鬥實況 好了,宿覺時報第二節 第二節又是一個新聞時間 這一個禮拜 即是宿覺界最大單的新聞 莫過於WWE上個禮拜 他的股市大跌 跌得很嚴重 我們上個禮拜的節目都說過 就是因為這樣的原因 他們剛剛過去了這個禮拜一 他們就要召開這個所謂的緊急便話 Conference Call 這個會議 會議內容其實 其實莫過於都是要向一些股民和股東解釋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還有為什麼會這樣 還有要解釋他們WWE現在對於 他們的股價跌得這麼離譜的問題 他們的立場是怎樣 還有解釋他們的號碼上的東西 還有他們現在的電視合約的交易 究竟是怎樣 但是呢 我聽完這個Call之後 第一 新意 比較新的資料 都不多了 都沒有什麼 第二 就是我聽完之後 我更加一頭沒水 為什麼這樣說呢 阿鬼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看過我 之前 在我們Facebook Page 我寫過一些簡報的 我寫過在我們的Facebook Page 如果你們是在宿舊在線 宿迷之家 或者環球的 你們看你們的網上的新聞 就應該都有了 我不會再在那裡寫 但是 其中有一個 有一部分我覺得 有一個比較更新的事情 就是 有 就是 去到他們 那個Conference Card後半段 是一個 叫做 答問的環節 就是 一些股東就可以 發問問題 就問他們 現在WWE的CFO George Barrios 有人就問了一個問題 就是 就是說 因為現在 你那個 WWE 美國 他們跟 NBC 那個 電視合約 那裡 雖然談了 但是金額 就失敗了 就不是他們要求 那個Double 或者Triple 有人問 就是 會不會這個成因 是跟這個 WWE Network有關 那為什麼 Fince McMahon 那個答法就是 他承認 不多不少都有 然後有人問 就是 那為什麼 你 不如 你 搞定 這個 電視合約 然後你才 再 推出 這個WWE Network 那Fince McMahon 那個答法就是 如果我們要再拖 的話 這個WWE Network 分分鐘可能要拖到 下年的 Wrestlemania 才可以再推出 那 他認為就是 在Wrestlemania 30 之前 來推出 這個Network 其實 他們覺得是一個最佳的timing 最佳的選擇 因為 想起就是 因為這個Network 其實已經推好幾年了 我告訴你 至少兩年了 變相了 可能他們的心態就是 他們覺得 不可以再拖 因為這個Network 他們已經是 四千多萬去搞 如果再拖下去的話 可能分分鐘 又不知會 又不知會 會虧多少錢 他們想著 就是 不要等了 那 今年就 推了這個Network 出來 但是 誰不知 你這樣推一推 就 某程度上 害死了 他們 談 電視合約那邊 就 一個就 但是 電視合約那方面 就提出了一點 就是說 除了美國之外 他們還 英國 泰國 和印度那邊 都是 不是在談 他們說 如果將這四個國家 即是美國 電視合約的金額加起來 是會有二億這麼多 OK 但是 這就是一個問題 OK 就 你又吹了 George Barrio 又吹大數 因為 以我所知 印度那份 電視合約 他們還沒有談 OK 如果 那份印度合約還沒有談 你 你怎麼可以這麼肯定 你現在說 你 WWE那份電視合約 你 算上海外 再加上你本土 加上你會有兩億這麼多 老實說 由電視合約開始到現在 我有一個很大的感覺 就是 WWE是否太高了自己的吸引力 某程度上 因為我記憶所及 就是 他們曾經說過 那個號碼出來 就說 他們那個 Fillership 或者是 他們現在是會收睇 他們所謂的粉絲 是有成 好像說 多少 五千四百萬 那麼多 好像是 我不知道這個數 是哪一間 Research的公司做出來 我告訴你 這個號碼 是完全是BS 我完全不知道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數 我 我看完之後 我再查回Resting Observer Dave Meltzer 他們那邊 提到這個數 他們都拚了頭 你為什麼還會 推出這個數 OK 跟著 他們那邊還說 因為現在你有一個 WWE Network 他們就 George Barrier 就說 未來2015年 他們是 預算 那一年的 Pay Per View 收入 是零 OK 啊 到2015年 他們的 Pay Per View 那一方面 是 完全是 他們 是 預算是 零收入 就是 他們說 是 剷走 Pay Per View 這件事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因為美國那裡 他們已經是 剷走 Pay Per View 因為他們現在的 Pay Per View 所有的 Pay Per View 都放進去 他們的 WWE Network 而Direct TV 那些 In Demand 那些 已經是 不再 WWE 那些 Pay Per View 但是 我就有一個 很大的疑問 就是 以我所知 他們 跟 英國 一個 好像叫做 Sky Boss Office 那一邊 剛剛你才簽了一份 Pay Per View 的合約 好像不知道 一連八場 其餘的四場 就是 Special Free 的那些 你 那裡 你怎麼算 我聽完這個之後 我聽完這個之後 不懂 是啊 很 另外 有一件事 是 一些股東 最想知道的就是 就是 他們的WWE Network 剛才我說 他們 已經是 全部剷走 他們的 所謂的 Pay Per View 所以 他們 未來 2015年 是 Pay Per View 方面 零收入 很多人都 在關心 一個問題 就是 他們未來 WWE Network 他們那個 成績 有沒有辦法 是可以 填補到 沒有了 現在 Pay Per View 一方面的 空拳 就是 那個 收入 就是 甜甜得回 對 甜甜得回 這個是 現在很多股東 最想知道的一個問題 George 巴尼就 提出了一個數目 就是說 他們 現在 預期 就是 2015年 希望做到一個數目 就是 140 至 30萬 左右 如果他們做到這個 就是 WWE Network 做到這個數目 他們就可以 倒閉 但是 就是這樣說 現在 暫時 WWE Network 這件事 老實說 是不是真的 這麼多人 拿到 就是 這麼有效 大家都想到 其實 但是 他這麼有信心 我覺得 真的太拖大了 這件事 我覺得 都是 某程度上 拖大了 這件事 還有 有件事 就是 電視合約那邊 有件事我忘記了說 網絡那裡 我先壓後一點 我先講回 那個電視合約 現在 為什麼 那個電視合約 是被NBC 壓到這麼低 就是 其中 就是 我們看到 一件事 就是 我上個禮拜都說過 他們 WWE那邊 就是 不止 WWE 不止 另外外面 有一些分析的評論 是把WWE 那件事 是跟NASCAR 拿出來 做相提並論的 OK 那 為什麼 當時 Fince McMahon 他之前 說 他們 有信心 這份合約 是會 拿到 Double 或者Triple的數 是源自 因為NASCAR 我們看回 NASCAR的情況 就是 其實近年 NASCAR的收市 都是和 WWE的情況 一樣 都是在跌 但是NASCAR 他們那方面 就有本事 可以談到 一份 Double 的合約出來 NASCAR 原本 他們那份合約 以我記憶所及 是4億 OK 但是現在 他們談到 那份新的合約 就8億 OK Double 是 Double 變相 有很多人 認為 連NASCAR 都可以談到 Double 的數目 出來 為什麼 WWE 不可以呢 但是 唯獨是真的 WWE不行 OK 或者這樣說 因為 你相比起 NASCAR 不是說我去看低 WWE 問題是 NASCAR 現在你始終 他都是一個 國際性 國際知名的運動 美國出名 其他很多地方 外面都會 轉播他們的節目 他們的比賽 老實說 外國世界 這條水 WWE 還沒差到過去 所以你說 有什麼分別 我覺得不奇怪 還有一件事 我覺得 也是打 WWE 一巴掌 原來 早 應該大約 如果資料沒有錯 應該大約 都是 上個禮拜的事 MLS 你知道什麼 MLS 大聯盟 Majorley Scorer 就是 美國的 英式足球聯盟 對 美國的英式足球聯盟 OK 他們那份 電視合約 都是 都是 到期 OK 他們就 談好了 他們 其實 那個 收視率 都很低 我現在 找到 那條數 出來 上年 他們在 這個 ESPN 和ESPN2 他們的 收體人數 只有 22萬 他們在 NBC Sport 那邊 只有 12萬 兩千 都不夠 40萬 OK 那 他們的收視率 和 WWE 真的 差 天共地 因為 RAW 平均收視率 有 400多 好像 430萬 左右 你 Sport 也有 280萬 OK 但是 MLS那邊 他們 就 談到一份 雙倍的合約 他們原本 那份 電視合約 是 1800萬 後來 現在 新的那份 就談到 9千萬 是 已經 不止 雙倍 好像 都不止 雙倍 好像 成四左右 這個數 差不多 對 已經是 直接 是 我看起來 NBC 發了一個訊息 給 WWE 我們 仍然 對你的 評判是有興趣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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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始終 我們 就算是整個電視行業 是覺得你 摔角都是一些低級的東西 那 很老實 即是你不值那個價 即是說 你WWE 不值那個價 這個人很老實 你說 Lasca 大聯盟 大聯盟其實 即是 他又 不像美國四大運動 即是 真正的Football 在美國來說 那些受歡迎程度 但是 會有外國的電視台 去特意去 拿那些 播放 但是 你想回一件事 其實很簡單的問題 如果你的產品 可以賣外國 賣到很多國家都有的 亦都是一些 可能 我當免費電視 尤其是免費電視網絡 會買你的 其實你的宣傳效果 是會大的 不過問題就是 你想回其實 一直以來 WWE 真的會有多少地方 是有 美國的免費電視 可以看到 不是 你說如果 其他國家 其實都 相比起 如果你說 外國市場 我不知道 Nesca 在這方面 是做成怎樣 但是 至低限度 他們 在 即他有一件事 是被WWE做得好的 就是他們那個 Advertising Rate 他們那個 廣告費 之類 他們是有很多 很多賺助商 有很多廣告商 會投放很多錢 下去 在Nesca 那裏賣廣告 或者是 賺助給他們的 車隊之類 之類 變相了 就是 雖然 你Nesca 現在你的 收視率是下跌 但是 因為 這些 廣告費 Nesca 團體 和 電視台 是會 有分 瓜分 變相 OK 雖然 你的收視率是低 但是 我 兩方面 團體 和電視台 都可以 大家共同分享 這些 這麼豐厚的 廣告費 所以 NBC 肯定 以8億 的 高價 來 簽 Nesca 這個無可厚非 但是 WWE 你沒有這個 你一直 說真的 你的 如果你是 比起 其他 美國 主流運動 其實 說真的 你做得 差 所以 你是不可以 將 縮角 或者 WWE 拿來 和 主流運動 相提 並論 這是很多 一些 華爾街 或者 一些 經濟分析員 做得最錯的 一件事 很簡單 大家有沒有在 WWE 場館 會看到 譬如 譬如 新日本 你也看到 擂台寫著 吉野加三個字 你還可以叫做 WWE 擂台 有這些 是否贊助商 沒有的 你發覺很少 偶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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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一些 以前的 Pay-Per-View 可能會看到 State Farm 最出名的 State Farm 經常看到 美國品牌 會在Pay-Per-View 的地方 看到 他們的贊助 但平日 你沒有看到 贊助商的 或者在 某些比賽之前 你會看到 Michael Coe 和 Jay The King Lawler This excitement is brought you by 不知道 可能是 subway 還是 什麼 這些情況下 你會看到 一些 廣告 會在 WWE 的節目出現 但是 相比起 Nesca 或者其他主流運動 其實不夠 但是 說回 WWE Network 現在 Network 的購買人數 就開始出現 一個信心問題 就是 他們 在 一個 Conference Call 裡面 他們是 不敢公佈 現在 他們暫時 那個 購買人數 的數字 這個問題 其中一個股東 也有問過 這個問題 後來 George Barrio 那個答法就是 現在我們沒有辦法 給你更新 這個可能 要遲些 我們下一次的 Conference Call 可能是 應該說 六月 還是八 應該八月 那段期間 如果沒有錯話 應該大約是 Summerlamp 那段期間 他們才會公佈 那段期間 就會比較重視 因為 有些粉絲 我不開名 就跟我說 現在看股 遲些一定會跌到百元 你信不信 我說 No 短期之內 這一隻股 不會再大跌 由現在 到Summerlamp 那段期間 中間有什麼特別大問題 但是 現在這隻股 會再波動的一個原因 一定是跟這個 WWE Network有關的 正常 以及以一個 買股票的角度來說 這些情況 跌完之後 一定會回穩 因為你的不利消息已經出了 你跌到 乾乾淨淨的 你不會再跌 除非你真的 再有一瓦 甘甘地 不是就 我深信 就算是 WWE Network 除非你跟我說 WWE Network 有人退錢 或者出現很大的問題 如果不是都 應該不會有什麼 變動的 暫時 退錢 不能退 最多就是 你可以 即 即 咦 剪那個訂閱 你就不能剪 因為 你一簽就簽六個月 但是 很搞笑 我 禮拜天 我聽這個 Wrestling Observer 那邊的 radio show 有一個聽眾 就打上去 就說 現在我不 開始不覺得 WWE Network 有什麼再這麼好看 我想 cancel 主持人 Brian Elvis 就問 你簽了六個月 你不能 cancel 你怎麼 cancel 沒有 我不給錢 就可以了 因為他那個 給錢的方式 就是 每個月 在你的credit card 那裡扣 他就說 不給錢 就可以了 但是 你怎麼不給錢 我想到 其中有一個方法 就是 你不就直接 credit card 這個 不是 一個方法 對 如果你要 cancel 那個 WWE Network 你整張 credit card 都要 cancel 因為 你開了那張 新的 為什麼 開了那張 就是 當你現在的credit card 是 你 報室 接著 你就 開了那張 新的 你之前的credit card 就沒有了 這樣的情況下 WWE Network 就是他們那邊 下個月再收錢 他就收不到錢 變相了 就沒有了 但是問題就是 有 多少人 會曉得 做這件事 和會做這件事 這個我們暫時 真的不知道 但是現在 我想 帶出一個問題 就是 WWE Network 現在再有什麼 內容 是可以吸引到 那些 粉絲 來到去 無論現在 你訂閱到 到其實過了Slam之後 你會再續 或者一些 未訂閱的人 會再訂閱 再買 這個 我老實說 我對這個Network 很悲觀 為什麼 又不是 沒有理據 今個禮拜 我沒記錯 今個禮拜 他們自己 WWE 在RAW 那裡說 他們 這個禮拜 的 Network 收視冠軍是什麼 就是 Main Event Main Event 不是RAW 上兩個星期 我很記得 因為 上兩個星期 是三個星期 那個冠軍是誰 House of Legend 知道是什麼字幕嗎 我記得 連續 幾多個星期的冠軍 到上個星期 老實說 他們報了這些數字 第一 永遠都不是RAW 就是什麼單 不是RAW和Smackdown 沒有 因為 以我所知 好像是 他們RAW和Smackdown 在Network 那裡好像是 要 遲 要遲 不知道一兩天 還是 是沒有 是不在Network 那裡播放的 因為他們 無論如何都要 就回 USA Network 那邊 那邊 但是你想想 然後我記得 好像有什麼 Pay Per View 那些 都好像贏 無雷一 我記得是 Extreme 無雷一 等一下 Rex幫我 更新一下 RAW和Smackdown 是Replay 哦 但是Replay 都沒有人看 那就麻煩一點 因為很多人都比較想看直播 不 就是反過來 如果真的好看 多看一看也不用死 但是 看完直播就不看 你想想發生什麼事 很簡單 RAW和Smackdown 是 你現在看到的節目質素 是不會多看 你看一轉已經夠了 那你就能說出一個問題 是啊 是啊 還有 他現在 WWE Network 他最大的賣點 就是 每個月的 Pay Per View 哦 這個是他最大的賣點 但是 如果你 連 Pay Per View 或者 一些 Match Up 你都是 沒有辦法吸引到 觀眾 是會想看 或者有興趣看 的話 那你會很出事 就是你看一下 Extreme Rules 這個人不算 你看看現在的Pay Per View 唉 你看看現在的Pay Per View 現在 以我們所知 有什麼比賽 現在是 The Shield 對 Evolution OK 接著 Wyatt 對John Cena 接著 Bad News 對著 Roth & Dam 都不是什麼 Money Match 就是 你會看到 你現在 Pay Per View 那個Line Up 是很弱 OK 因為 你現在基本上 大部分 最主要的兩場比賽 我們之前 在Extreme Rules 那裡已經看過 OK 對 對 變相了 又來 接著 Bray Ward 和John Cena 本身 Extreme Rules 那一次 已經被人插到紋 OK 你現在又再打多一次 基本上 觀眾都沒有信心 再看多一場 OK 我記得什麼 他們今次打 Last Man Standing 對 你上次找個龍 隔開那兩人 都可以走進來打你 你今次沒有東西隔 然後 那邊 The Shield 和Evolution 玩什麼 Low Holds Bar 是什麼 Eliminated Team Match 是啊 啊 那 我更加不知道 他想玩什麼 其實你跟之前那場 Low Holds Bar 沒有分別 你可以看到的情況 就是 你現在的Beams 相對來說 都是弱的 那如果你 那個 Network 那個賣點是 是你 所謂的 一個月一次的 Pay-Per-View I'm sorry 你真的沒有辦法說服我 來到去買 OK 不懂 我早前 我都在 我們Facebook 那裡 我都post過了 因為我現在在加拿大 我是不supposedly 我可以subscribe到 WWE Network 但是 現在我都找到方法 可以subscribe到 但是 我都沒有 我都沒有subscribe到 我都完全沒有 覺得是 我 我沒有意欲 我為什麼要subscribe你 即 你現在的Network 有什麼是可以 吸引到我 來給錢 來看先 我可以 去 給 十四個九毫幾 兩制 好像 來到去 買 Hourish的 我可以 給25元 去買 新日本的 我會肯 花錢來看 但我偏偏是 不給 每個月十元 買你這個 WWE Network 即 即 即 那個 原意 已經很明顯地 告訴你 就算 我會肯 洗錢來看 我都不 我都不 扔錢來買你這個 這個 OK 你想想 那個嚴重程度 即是你們有些人說 即是說 即是 為插而插 為插 WWE 而插 但問題就是 我有權插 因為 我真的有 即是 我是會給錢 看數據 如果我覺得 那樣東西是好看的 我是會肯給錢 來看 但真的 WWE 我沒有辦法 給一毫子 來看 不要說以後都不會 但是 至少限度 近期 我真的不敢 去付錢 去看 近期 WWE那些事情 所以 我 唉 即 自己 老實說 你WWE 如果你想挽回這個劣勢 真的由最基本做起 有個質素可以做起 是 不如我們 講一些比較建設性的 有建設性的 是 你覺得 有什麼方法 有什麼措施 就算是 一些比賽上的預約 又或者是 想一些什麼 新的內容 可以幫助到 WWE 可以增加 那種吸引力 你想不想到 你試試想出來 你說如果最根治的方法 就是 我們經常說 其實最大的問題 就是現在質素差 你的內容 沒有人值得你買 最簡單的目的 就是要提高節目質素 而WWE 現在的節目質素 問題在於哪裡 你好像沒有人 或者某些預約會出了問題 OK 預約會的 我先不說 首先我想說 人的問題 你可以放得上大桌 的選手 不夠 現在不是連中層 連高層 你那些上班都不夠 好啦 你立即現成 扔一件上來 你說 OK 好像很好 聖誓 但未夠班 Baywire 就是John Cena 捧不起他 John Cena 自己扔下來 Danny Brown 又傷了 我覺得第一個方法 就是最有效 最基本 如果你說 如果你說等現在 開始上映的筆 捧他上去 就死定了 一個最簡單的方法 John Cena 他本身這個是一個 好的辦法 你如何扭轉到 John Cena 被人一向的形象 你可以短期內 頂得住 雞頭 等到Danny Brown 出來 就還可以壓住 然後你才有時間 去捧一些 有水準的選手上去 另一方面 我覺得 NXT 有一些人 其實是可以的 亦都不需要他捧那麼久 例如Semi Singh那些 可以再 推多一兩個 NXT 有能力的選手 上去Main Roster 那你最少 中層和高層都有人先 然後你再想辦法 慢慢build up其他人 這個是我 暫時想到的方法 我就比較上 除了 都是 三毫至一膽的道理 就是你怎樣去 build up你的 pay per view 那個問題 這個也是很重要的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你那個 content 你那個 content 因為你一個電視台 你的content 有些什麼 可以被人看到 是很重要的 除了你現在 可能你有 NXT 被人看到之外 OK 我想到一件事 早應該大約是 前年的事 我是聽過 他們曾經有一個想法 就是不如搞一個 show OK 是 不要說是一個show 應該說是一個 新的division cruiserweight division 就搞一個show 專門是 cruiserweight division 出來 我不知道為什麼 他們現在 兩年前 他們提過一件事 但不知道 現在兩年後 就完全沒有蹤影 我正在想 就是 如果他們 真是 再想 是 真是再搞一個division 出來的話 會不會對於 WWE Network 會有幫助 那 就是 以我們 或者 這樣說 亞洲的觀眾 來說 cruiserweight division 這件事 是 對我們來說 是容易入口 或者是精彩 因為動作場面 難度 或者靈活性 是高些 但是 如果 我們套用 France McMahon 的想法 就是 我覺得 我總覺得 France McMahon 是一個什麼人呢 他 很崇尚 發力量 power的人 可以説 個人不太敢 做 所以 應該是這樣 所以客觀上來說也是一個門口 但是實際上 現實來說我覺得是什麼都不會做 還有我想起一個問題就是 因為你現在那個世界大勢獲勝 駕駛的那個人也是低的 都是的 那面上去會不會有點分散了 我不知道該怎麼說正確的說法 應該是怎樣說的 會有一點點 或者令觀眾有點混淆 你現在明明有一個Cruiserweight division出來的 但是你現在會有一個 或者可能兩三個Cruiserweight 是應該打Cruiserweight的就去爭那個WWE Heavyweight Champion 可能也是這個原因 他們暫時不想搞一個Cruiserweight division出來 這個WWE Network 是生是死 這個就真的要看他們遲一點的做法 但是就講一講 我有什麼要繼續說 TNA 那裏 TNA收視訊一步下跌 這就是天氣報告 這就是天氣報告 因為... 我先講一件事 因為我們在下一單就講一個 Arish的Wall of the Will 他們上星期六的紐約大會 在Helmerstein Ballroom那裡 那我收到一段時間 我收到一段時間 我收到一段時間 原來當日 我不知道是在表演進行期間 或者之前 應該是在進行之前的 沒有理由進行來做這件事 就是... 他們就在Helmerstein Ballroom外面 那條街那裡 就在那裡派傳單 派單張 就是... 有沒有作用呢 I don't know 因為... 現在我再看回... 先講講他們最近 TNA的... 的Live Event的入座率先 他們... 現在我看到的資料就是 5月17號 在Mississippi那裡 就... 坐得過250 OK 最是... 前排... 就是... 前排第二行呢 是... 空椅來的 一勒空椅 OK 接著5月18號 就... 都在Mississippi那裡 City的名字 我不懂得怎麼讀 就... 坐得300人 OK 就是... 現在... 你那些... 他那些入座率人數呢 基本上是... RH已經是爬了他們頭 因為... Pay-Per-View 就是... 他們剛剛上次的Wall of the World 新日本官方公佈那裡 就坐3,000人 但是我不知道這條縮堅定流 但是... 就算... 雖不中亦不願意 又是... 看到個勢就算沒有3,000 都... 2,000多的 一定... 肯定過2,000多的了 那... 而... 最近的Live Show 也都是... 坐到... 是... 接近900 有些... 有些坐過千 大部分情況都是坐800至900 左右 即... 入座率人數已經是超越了TNA 接著... 上個星期...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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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收視... 其實... 近這幾個星期 他們那個... 那個... 那個... 電視節目的收視已經是... 進一步下跌了 上個星期就跌得更慘了 他們... 一開波... 那個時候... 那個收視率就... 1.03 然後... 有一路... 一路... 一個... 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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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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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 那個西聞... 就是... 要來... 那個... 那裏... 收視率... 0.6 0.6 0.6 我告訴你 剛才說二百五入座的時候 我已經想說一件事了 《摔角時報》贏了兩條街以上 真的 我不知道 《摔角時報》的收聽只有你才知道 你現在保持這個勢力 已經快進入Helmerstein Ballroom了 但你的收視率還是這麼低 不如這樣說 你現在近幾個星期 收視率一直在下跌 然後上個星期0.6已經是很金的數字 是不是在說一件事給你聽 就是你現在放在Eric Young那裡 已經證明了是不合適 真的不合適 不是 因為Eric Young還沒弄斷脖子 哈哈哈哈 現在我看外面有很多回答 都是你現在TNA的劇情 你的想法 TNA有一個最大的弊病 就是你沒有原本的想法 你不斷抄 你不斷抄 你以為是OK 接著你的收視率一直下跌 你的無論是TAPING 我記得好像不知有一集 TAPING他們入了 都是坐的那280 我忘了是哪一次 但我記起所及好像是上一次Pay Per View 之後那一場Impact 他們好像不知又能坐的那2-300人 有些很噁心的場面 現在是否想告訴你 你現在無論Dexi Cutter 或者Jogger Break 你現在所做的事情 應該是響起警暴 是真的不合適 但最慘的一件事就是 他們一直一直找藉口 不會的 因為現在你NBA打的playoff 你現在NHL打的playoff 但你頭一次兩次 你都還可以叫做有個藉口 但你去到第三四次 你的入座率和你的數字上 已經是告訴你 OK 現在是真的這麼低 是否真的告訴你 你現在的系統是不行的 那些不是叫警號 是現在連警鐘都快到爛了 他們好像還沒聽到 是 因為近來他們在Twitter那裡 即是Dexi Cutter和Jogger Break 即是寫的那些東西 我看起來也有點不反感 就是我記得 即是 他們曾經說過一件事 就是 OK 現在 渣起那個是Jogger Break 即是Dexi Cutter說的 即是現在劇情組 渣起那個是Jogger Break OK 他說怎樣就怎樣 他說可以就行了 OK 接著是曾經有時候 又說過一句 Exactly 那個quote 我忘記了他怎麼說 但大約的意思就是 我們現在的劇情 你懂什麼 你們粉絲只懂得罵 但是問題是 我們作為觀眾 我們覺得可以的 我們自然看 我們覺得不行的 我們就罵 對不對 你們現在 即是 譬如我們做Only One Radio 你都經常說 你做個節目 你現在是做給別人看 還是做給自己看 沒錯 現在TNA的情況 真的有一點點 就是 你現在做場表演出來 現在好像只是給你 Dexi Cutter 或者你現在Jogger Break 是個人私人娛樂 就是 現在的問題 是很根本性的問題 就是根本不知道 你留TNA這件事是為什麼 是啊 根本上現在是 連 前幾天都看過一宗 報道就是 他們有一個很尊重的 後台工作人員 就離開了 就走了 OK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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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些大聲 我們都說過很多次 就是 Chris Daniel Kazarin 那些一個一個 走的 我稍後再說 但是現在就聽到有很多TNA裡面的選手 就開始頻頻速去打電話 打電話給哪些人 給其他團體 是 就是 大家應該說一下 Daniels那裏 那裏 那裏 很多 其實現在 我現在就是在想 什麼Jogger 好像還沒有動靜 是啊 我在想這件事 就是 AJ走了 OK 然後Kazarin 和Daniels 又走了 然後 然後 他這三個好兄弟都走了 就剩下 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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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比奧都OK 他和巴比奧都OK 變相 現在和他最好朋友 就剩下巴比奧 OK 但他現在 其實他現在都不見了一段 好像說 又說 我現在心想 喂 什麼族 你不如走吧 不是 我現在覺得最浪費的是他 你們三個好兄弟 你現在三個好兄弟都走了 AJ一走 你看現在 是怎樣 有目的 現在 哇 多風光 他現在 打一場 OK 即是一場獨立的收2500 我剛才 臨開第二支之前 我從這裡數過他 由 現在 到 去到十月他那些獨立的檔期安排 總共十場 我還沒計算日本那一場 十場裡面 加一加賣賣 那裡幾個月 三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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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裡 賺二萬 二萬美金 二萬美金 連帶他 即是 連帶他 他本身 他在打入日本市場那樣東西 你都還沒計算 對 他日本 新日本那一部分 我都還沒計算 但如果你計算他在日本打的那些 嘩 真的 呃 我猜 一定有四萬 嘩 你想想 什麼 這麼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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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些 在世界 外面有得看 日本有得看 美國出國 你走去日本 我包你紅 但問題就是 因為我經常都說 日本那邊 不要說整個日本 尤其是新日本 外國人選手的空間 其實我可以告訴你 是飽和的 因為 你為什麼 AJ Style 進去 就是因為他們沒有了 Prince Devin 是啊 他們找 AJ Style 進去 純粹是填補了 一個 Prince Devin 的空拳 變相 你問我 現在 Samojo 一走 他可不可以進去新日本 我告訴你 比較難一點 如果他進去W1 全日本或者NOA的機會 就比較大 但是我心想 你不如試試回去 RH 因為你現在 Chris Saber Chris Daniels 和Kazarin 現在都說 會回去RH 做些事情 雖然不是說 簽場了 可能是 好像 AJ 和Chris Heroes 一些短期合作 但起碼你也有工作 還有我覺得 除了WWE之外 其實你也說了很多次 今年 很多品牌 會在美國出現 例如 我們 這個星期還沒提到的 Jeff Sherrick 我開債了 那間就是 保安公司 就是Google Google Force 另外就是Triple A 其實你說 死鬼留在TNA 外面 那麼多地方 要人 以我所知 是有些損失 開始在聯絡 Jeff Jarrett 正常 對 因為 Jeff Jarrett 那一筆 不介意說完 Jeff Jarrett 糟了 我也忘記了日期 好像是6月 那一段期間 就在我們 安省 E一邊 這個 Winniper Winniper 那邊 就舉辦一個 Talenscope 的 seminar 即是 眼桌 即是 什麼 眼桌 找新人 哈哈 找新人 我認識 有一個選手 即是我私下認識 有一個選手 是會去的 但這個 我免得開名 要說出來 你們都沒必認識 這個 因為是我們 這一邊的本地選手 那 我想 現在 大部分 TNA選手 應該會 第一個 target 就會 是 Jeff Jarrett 那邊 先 OK 正常 因為 Jeff Jarrett 之前 TNA 給了信心人 真的做得起 是的 那 ROH 那邊 現在就 立了三個 即是 Saben Daniels 和 Kracerian 會不會再立更多 這一個 不知道 但就提到 ROH 一定要提這個表演 來了 要提這個表演 剛剛上個星期六 我就看了一場非常精彩的表演 ROH的 Wall of the World 他們 和新日本合作的第二場大表演 這場 這場 相當成功 我在外面聽到 聽不到一些說 對場比賽本身有什麼投訴 只是不知道為什麼在這個 摔角在線那裏 就不知道為什麼有些人說 就是那個 Rating 和那個Feedback 我不知道 OK 不同地方 不同人口 這個 我不判斷 但是我們這一邊 我聽到 即是 無論在我們 東邊 的摔角迷 又或者去到 南部 好像Texas 又或者是Florida 那一邊的摔角迷 他們 因為我會聽很多 一些摔角電台節目 的 的 東西 他們通常都會有些 封煙 或者是Fans 打上去 是說 摔角 東西 但是 我發覺這個 一個禮拜大部分 很多摔角迷 打上去 不是說完全不說 WW 相對來說比較少 比較多人是說 這一場表演多些 不正常 是啊 我剛剛看完 我也講這場 你給我 是啊 還有我還沒聽 暫時 在我們北美洲這邊 我暫時沒聽到 有一個粉絲 是罵過這一場表演什麼 可能有少少投訴 比較細微少少的投訴 譬如 我提到其中一個 就是他們 現場那邊 就 因為你看現場 一定有 merchandise 有些產品 你可以去買 T-shirt 可以去買 新日本那邊 又是跟我們 多倫多這邊的情況一樣 就是 新日本那邊 那些存貨 戴不夠 很快買光 很多人都買不到 T-shirt 這樣 那沒辦法 這個就是其中一個投訴 但是第二個投訴 就是 我們看 Live Pay Per View 的 feedback 就是 不知道為什麼 我們經常說 紐約那群粉絲是瘋的 反應是很容易的 但是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整場表演 大部分時間 EFC很安靜 咦 我有留意 你覺不覺 好日本啊 也不是說他很安靜 但是他的感覺好像 是不是真的美國來的 好像在日本打的 他又不是說 完全沒有反應 但是他的反應很斯文 咦 我聽過有兩種說法 OK 兩種說法其實 咦 我先講第一種 第一種說法就是 有可能是 他們場內 即R-Watch他們本身 他們 因為你收音 你現場收音 你一定要有咪 有 我有聽過就是 可能那個咪 有些事 又或者是 有其中一個咪 沒有開到 所以收音上面有問題 我也聽得出 譬如後半段 有一個 Kavin Steen 對中一征服那一場 打流開始 我們聽到那一場 開始有一點反應 但是 不是那麼響 我也是懂得分到 應該是真的 那個咪 是真的有些事 但是另外一方面 我也是同時看到 就是 某些粉絲 在某些比賽的中段 完全是看到 他們是真的 只是坐在那裡 就完全是目無表情 毫無反應 就不像我們多倫多 你看回我們多倫多 這一邊 Global Wars那邊 我們是 每場比賽 從頭到尾 我們都是比足反應 胡冤巴筆 Wrestling Observer那邊 Brian Everence 他都說 就是 紐約這一場表演的觀眾 相比在我們 多倫多這一邊的觀眾 我們這一邊的觀眾 反而是高於 紐約那邊的那邊 這樣就比較奇怪 但是也有些粉絲 就說 不是 有些現場粉絲 給回來的 feedback 就是 其實當晚的反應 也是非常之 非常之難的 但是問題就是 可能是 因為你 那個現場 你是分了好幾個 session 可能剛巧的 就是這個粉絲 他站在那個 session 就是 整晚的觀眾 最熱的一群 變相 因為你 那裡有三千人 你分了一批 自然 可以有個分別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我明白 聲音集中的問題 不是說聲音不集中的問題 可能有一群 反應是比較熱烈一點 然後另外對面 有一個 session 就比較靜一點 我最記得 OK 那個 camera angle 譬如你在看 現在你在看那個 show 正常那個 對著擂台的 camera angle 那一個 session 就特別比較靜 那一群 尤其是 我看到 坐著前排 某幾個 我最記得六色衣服 那個人 整晚 就坐在那裡 目無表情 就 整天 就拿著電話 摔下頭 我心想 你究竟在那裡看 show 還是在那裡靜坐 我心想 沒有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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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說回這場 show 本身的比賽 觀眾反應 真的跟我們 多人多人 但是 比賽上的效果 真的這場 show 就完全贏了 始終要有 Closovar的比賽 就是兩邊 brand 的比賽 好多很多 由頭講起 第一場 Tomaso Champer 有一場 Six-Man Tomaso Champer McTayvon ACH 對著 杜邊高章 和Forever Hulucus 這一場就 嘩 震動一下 但是 如果你說 warm-up 這一場比賽 也有 少少 比較上 high risk 又或者是 高節奏的 一些 sequence 尤其是 ACH那一下 最主要 都是看ACH 我剛剛看完 除了兩三場 還沒看 嘩 他那一下 sour side dive 跳得多高 傻的 他那些 sour side dive 是sour side jump 神經病 神經病 第二場 BJ Wittmann 和Roger Strunk 對著邪愛毒 整晚最差的就是這一場 很老實說 邪道 邪道 真是慢一拍 因為他年紀會有差不多 是啊 當然我知道有很多 裸充 Hardcore 但是 某程度上 很多時候 他們的節奏偏慢 你不覺得很精彩 搞到 嗯 接著第三場 這一場 就是 去到這一個位 叫做 整晚 第一場 比較好看的 好看的比賽 就是一場 J Letho 大戰 這場 我還沒找到影片看 我還不知道 你這場 你要看 我們開頭 我們不是曾經有時 有一集 做過預測 究竟 這場show 會有什麼比賽 會打的 是吧 我們都貼過 應該會打這場 因為J Letho 和Kushita 他們兩人的打法 都差不多 很像樣的 是啊 那 這一場 也有很多 sequence 就是 因為他們兩個 某些打法和招式太相似 就變相了 有一種很特別的效果 就好像一個倒影 我真的有時候自己打自己 是啊 尤其是他們兩個人 有一招是會前滾 你知道Tajiri那招 哈哈 我知道 我不會怎麼形容 你形容一下 就是前滾 前滾 不是 是不是前滾 就是向前 不是 向前Handstand 然後彈繩彈回頭 喔喔喔 Handspring 明白嗎 Handspring彈繩出一個 Handspring的 elbow 一個是出elbow 即Kushita出elbow 但是J Letho就是 彈回頭 一個RKO之類 它叫做lethal injection 對 這一場 又是 我覺得 其實ROH 裡面 是有很多選手 可以嘗試 走去 趁現在 ROH和新日本合作 新日本也可以嘗試 在RWish裡面 有一些選手 是很適合 去新日本 去打一兩場 或者打一兩個 旅遊 因為他們的打法 是和新日本的打法 是相差的 J Letho就是其中一個人 對 我覺得他應該 新日本嘗試 去日本去打一兩場 我覺得可以的 可能那些什麼 Restral Kingdom 可以找那些幫手 對 接著 有一場IWGP的重量級 雙打共軍賽 Dogalos Carrandeson大戰 Briscoll brothers 這一場 沒有預期想著足那麼好 因為Briscoll 是偏快的 一向被人覺得 但是 你說 其實 怎麼說 敗不起 在Dogalos 那裡 相對 看上去 其實我覺得Dogalos 這一場 不算打得差 但是 夾起來 不知道為什麼 好像覺得 有些差一點 我發現 Carnadeson好像肥了 是 我眨眼看以為 是後期的Stonco 哈哈 其實後期Stonco 也不是很肥 即是那些 小炮炮的 那些肉 那些款 對 很炮 我不知道他近期 做什麼 我不知道 沒什麼大事 是吧 可能是的 你現在有個AJ Star 但你自己身上 然後 然後 下一場 這場 好看 我個人 我是非常享受看 這場 Kavenstein大戰 中一真虎 哇 正啊 過人啊 我有看 我都猜到 阿鬼 我跟你之前 都猜到 這一場一定會 他們兩個 不是那些 怎麼說呢 即是你說 打 的確是 不是說 超級精彩 但是他精彩的地方 就是 兩個人都能發揮到他們 都賤格的那些本色 嗯 即是 這一場比賽 我享受看 當然 我有一點點 就是因為 Kavenstein和 中一真虎 也是其中 即是他們兩個 也是我非常之喜愛 非常之喜歡看的選手 那第二就是 他們基本上的招式 其實都是做回他們一貫以來的事情 OK 但是問題就是 他們每做一招 他們的時間都做得非常之好 是適當的 OK 而且是 這一場比賽 你說 與其著重於招式 我覺得這一場比賽 著重於什麼 Storytelling 嗯 是 因為他們很流行 這場比賽很流行 就是很刻意地 臨出招之前 做一些陰影 是啦 是啦 尤其是 最初 Kavenstein幫 中一做心理輔導 那一刻 我覺得很好笑 那一刻 打他 哈哈哈 這場比賽 我覺得 不是說什麼 5 star match 4 star match 但是 起碼我看的時候 我覺得 內容 是 生動有趣 OK 而 有趣 是有些搞笑 但是問題就是 他搞笑得來 他中間有很多 sequence 是真的打 是真的 不是嗎 會大家互相 是 會有那種 firework 在那裡 就不是 好像WWE 那些 我剛才說搞笑 搞笑的 在WWE 你只是想到那個 Santino 對 不是那些 OK 即是 他們這一場比賽 就是 搞笑 威脆 娛樂性 和真的打 那方面 他們真的做得好 拿到一個中間位 有一件事其實挺有趣 因為他們那些 搞笑的地方 其實是用一些 你猜不到的方法 避了別人的招 我那一刻 中一避了 那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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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笑 好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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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他最後 其實又不是完全不激烈 最後那一分 兩分鐘其實是 都拼火的 拼火的感覺 挺過癮的 是啊 起碼你這場比賽 不是說有什麼 很驚嚇的招式 但是 你看起來 他有很多類型 他有很多樣化 變相 這場比賽 就算你沒有一些很誇張 奇奇怪怪 好像我們一會兒說 Unbox 和RedJargon 那場 很高難度招式 但起碼 起碼有很多東西 讓我看到 我覺得是很有娛樂性的 所以這場我是很喜歡看 我也是 下一個吧 所以 所以 有一個人問我為什麼 這麼喜歡看這場 我現在解釋了給你看 OK 下一場 Michael Bennett 對著彭喬 熊子 這場 我覺得 有些人就說 這一場是一般 我覺得 OK 不是想像中那麼差 我知道為什麼 兩個大男人在台上打生打死都不夠 女人在下面 鬍手弄脂 這麼吸引 沒辦法 五億二一個沒有 但是 那些人說得這麼差 我個人因為 又未至於 但我覺得是 呃 怎麼說 比較上 WWE方式的 呃 Storytelling 比較重的一些比賽 我覺得 比較偏尾色 還有 對 比較偏尾色 真的一個Maria 大巴大巴 全部都煎了 整班Bullet Cup 那一刻 Innerference 是這麼做的 哈哈 是不是都衝出來的 哈哈 哈哈 你看 Maria 她衝出來那一刻 是很適合 是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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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她 是要銷售一些東西 那時候 她真的銷售得很好 哈哈 尤其是她銷售 彭喬那一刻 不是Sharpshooter 那一刻 是Crovertleaf 對 是Crovertleaf 我覺得銷售得非常好 喂 人家假假的在WWE 吃過不知多少次 但問題是 如果你說銷售招 Maria 我覺得她 在銷售招上來講 她贏過了 現在WWE 呃 九成啦 即是 我不介意你NST那班 但Main roster裡面 她贏了很多人 唉 沒辦法 算了 算了 看一看 這一場 Match of the Night 這一場真是Match of the Night 我還沒得看 世界雙打冠軍賽 這一場你也要看 當時是戴著上風來打的 接著 Yunbus兩個就托起了 Barbie Fish 就 浪了上去 卡爾拉利那裏 接著 整個 那個動作就是 卡爾拉利 是 就 托著 Barbie Fish 那個姿勢 就有少少 好像 一個 Tombstone 之前 的 抬起了 抬起了 接著 Yunbus 就一個 超級擊 踢了 卡爾拉利 那兩隻腳 變成 卡爾拉利 就好像 Tombstone 然後再補多一下 超級擊 再踢到卡爾拉利 那裏 OK 這一場 我覺得這場是特別的 挺漂亮的 我覺得這場是 OK 這個好得 這場是 我也是第一次見到這些 這場是 我覺得OK Yung Bucks 以前我經常罵他們 他們就是 他們這些 這些高難度 high spot 他們就 常常會亂 亂做 不管時間 是否都是 這樣做 但是 近來我見到 他們開始 一方面有些進步 開始就是 會收 近來看西日本 都是會收 開始 我不知道應該是 會收 還是他們 開始掌握到 那個moment 哪些moment 是適合做這些 spot 而不是 每次 連環大招 那些 每次連環大招 頭兩三招 我覺得還可以 接著 第四五 你還不斷連環 不斷大招 我就會看得很flat 但是近來 Yung Bucks 我覺得他們的比賽 就 開始收斂 沒有這些事情發生 暫時 我認為 今年全年最佳雙打 的組合 他們現在是大延門 都是 都是 有進步 還有 上次Global Works的Match of the Night 都是他們 蛤 是啊 上次Global Works的Match of the Night 都是 那次是對什麼 他們對Forever Hulu 還有Timesplitters 哦 那不奇怪 三個都在一起 那場的觀眾 我們這些 都在打爆 但是我看得不清楚 因為他們在打那場 我正在排啤酒 哈哈 真是慘 接著 什麼 ROH世界 差點講錯重量級 它不是重量級 是ROH世界 一屆共軍賽 Adam Cole 大戰 Juschen Liger 從他們 就是ROH那邊 從他們中場休息的 3 deal package 去到 場比賽本身的 開頭出場 那段期間 很明顯看到 就是ROH現在 團體對Juschen Liger 這個人有多重視 這個 還是說一句 在日本選手來說 Niger 應該在美國最出名的其中一個 是啊 真的 跟Great Muta 但是現在我心想 嗯 但是不要這樣 我不夠膽 就是 把他跟Great Muta 這樣來比 但是 真的 現在他在美國 宿角界的地位 就是 你在這兩場show 你可以看到 就是 他走出來的時候 真的 那些支持者 是很buy 還有有個人 穿到整副武裝 我看到 嘩 真的 整副拉架 哈哈 哈哈 對 整副拉架 這一場就是 拉架 現在都49歲 但是你可以看到 一件事就是 他在這些 這樣 重要的 比賽情況下 雖然他是 全弄了 但是你可以看到 他仍然是 打到一場 叫做 真是有 那種 什麼 級數的比賽出來 而他是不需要 做很多 這麼大 sport 一些 shooting star press 或者450 之類的 他不需要 你幾可見到 有一個摔角選手 只是出一下掌擊 你也覺得這麼過癮 那 除了 他那一刻掌擊 是 他的標誌之外 那Adam Cole 他銷售的 也是銷售的 非常好 這個又要大讚 Adam Cole 這個就是 還有 其實 Liga有一樣 其實 最high sport 那幾招 現在就是 Liga Boom 招 Brain Buster 還有 沒有的 還有掌擊 其實不是說 好像以前很全盛時期 又是shooting star 又是top look 的Brain Buster 然後很多 有危險 有高難度的招 沒有的 但是 你真的看到 什麼叫timing好 就是這些 就是幾時出 怎麼用 很流暢 很棒 他就比較上 這一場 會用鎖記 比較多 還有 你覺得 你看到鎖記 你不會覺得他悶 因為他的 timing好 還有他會 他那個ring position 他做得很好 他應該是哪些位 是 設定 那一下 submission 而且 是可以方便到 Adam Cole 是可以 有一個 適當的位置 是可以方便到 他去 做一個 road break 應該說是 這個 OK 但是 Adam Cole 那方面 Adam Cole 現在我收到的消息 就是說 新日本代表有興趣 又說 外國人飽和 又簽多件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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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是 好像我剛才說的 阿全 找RH 對 找一些RH選手 過去打 一兩個tour 或者打一兩場 現在 我收到的消息就是 新日本有考慮過 Adam Cole 咦 New Japan Cup 不是 G1 comments 是啊 咦 想得過 G1 comments 那裡 先說 那裡 先說 那裡 大叔 一開始的時候 有一段 推廣西文 就是 AJ出來 那 原本 那個 主題 應該是 AJ style 對Michael Elgin 上個星期的節目 我們都 預測過 就是 原本 Okada 江田王木 選手 Cedric Alexander Story Line 那裡 就說 想了 如果是這樣的話 Okada 你怎麼也要找個 選手 就是找個對手 上個星期 我們都預測過 應該會打三圍 那真是 真是 原本真的 來了一場 三圍 是啊 看到了 這一場 你也有看過 你說一下 其實 如果你說 怎麼說呢 一場比賽 就是 很多 跟一般我們看 WWE的感覺 是很不同的 就是 WWE的感覺 就是 其實就是輪流 打 溫 三個人一開球 推了一件 然後那個人 不知為何 推了一件 不知為何 然後兩個人 打單打 然後打我半人 然後又打 通常 你看到 三港同台出招的時候 都是最後幾分鐘 甚至幾十秒 但是這場 是完全 三個人 有很多時候同場出現 有很多 是一些 三港的互動 這件事 很精彩 譬如 我沒有記錯 有一下 就是 Michael Elgin 就像出了 Vertical Super Pass 那樣 就秤起了 乾田的 就是 如果大家見過 有些就是 你秤起 去到半腦 然後就 押著押著 等它傷一點 那 Michael Elgin 死都不 坐乾田下去的時候 AJ 不知道哪裏 滑出來 一下 滑倒了 连取 動了 整個乾田 打了 落地 這一下其中 其實這一下 是 叫做 Standing Vertical Super Pass 但是 他就很流行做 就是 我滑倒了 多久就多久 然後 那些粉絲就會 一直 一直 數 我記得 所及 好像他曾幾何時 都試過 滑倒了 一條一分鐘 才 做 那一下 還有 還有一件事 漏了 他出這招之前 AJ 走上去 接著 是銷了 Michael Elgin的 捱招能力 他不停地看 Michael Elgin 完全沒有反應 那一刻 還不死 還不死 沒事 然後 AJ 是要 油繩 然後 一下 低球 那一刻 完全表達到 很漂亮 Michael Elgin 防禦能力 強的特點 是走出來的 還有他的力量 是啊 這一場比賽 我也問過一些台灣粉絲 台灣他們都看很多新日本 他們看日本是多 看美國有很多 所以他們都說 真的是第一次見到 Michael Elgin 第一印象 第一印象就是 這傢伙 不能小看 這傢伙 這傢伙是見到的 還有 還有 臨美 他臨美的 sequence 也是 雖然 被人拼的 那個都是Michael Elgin 但是 很聰明 他們 即是他們 很聰明 就是 Algin 他輸 那一刻 他是吃完 一個 Ring Mecca 再加一個 Style Class 才被人拼 這一個就是 叫做 比較上 你就算是輸 但是 有一種 你是要吃完 兩個人的 finish 你才可以印刷 你 那叫做 在粉絲心目中 就算是輸 但是至少 子彈道 我們看你的印象 我們仍然是覺得你強 那 變相了就是 下一場 Pay-Per-View RH的Pay-Per-View Best in the World 那 他們這一場比賽 主要是 Michael Elgin 挑戰 Adam Cole 就打 這個RH的世界冠軍賽 有點精彩 這一個要看 我懷疑 Elgin 要上了 Elgin要上了 這個 差不多了 Adam Cole 拿到的名字 多久 有沒有 有沒有半年 沒有記錯 應該有半年 有半年 差不多是時候 換一換 對 還有 你現在不再 有半年 有半年 很多支持者 都覺得 這傢伙 還是要獲得 RH的世界冠軍 我覺得現在應該是時候 所以 差不多 還有 還有 這一場 Pay-Per-View 剛才我們也提過 就是 Chris Daniels 和 Kazarin 他們兩個回來了 就會在這場 Pay-Per-View 裡面 會出現 這個就拭目以待 但是 我趕快一點 因為時間關係 明天 都有一場大Show 你知道這是什麼Show來的嗎 這個 你說完 新日本 這場Show 就叫做 Back to Yokohama 讀清楚一點 Yokohama Arena 就是一個橫斌體育館 這是一個大場 這場Show 他們有什麼 主題 我們有AJ-Style大戰 江田橫木 就打IWGP重量級冠軍 然後 中一珍富 就大戰 這場 我不知道你們怎麼看 Daniel Gracie 又是打熱總格特技 看就怎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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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 IWGP 雙打冠軍賽的 No.1 Contender 爭奪戰 我們有一個彭喬控制 曾碧刀爾 就對這個後藤楊 楊己 和柴田色賴 這場隨時最好看 我告訴你 I'm not sure 但是就 我覺得應該不會差 但是我覺得最好看的一場 應該是這一場 石姐自民大戰 范復恆泰 這場也不差 其實這一場 上年應該要打 其實 那時候范復剛剛起 那 這些東西留回他 標了 標了 名字 因為他進來也叫做新 因為我記憶所及 是 好像去年 為什麼打不到 那個情況 是 范復傷了 所以就打不到 然後 樓下有些比賽 英廷和節大戰 這個 Hoyal Gracie 又是打這個二中格鬥技戰 跟著 內藤節又打 Bed up Farlay 刺野通 哈哈 打到Bed up Farlay 內藤 用心機 要Bed up 哈哈 哈哈 跌到去 撕卡 不知道 賜野通 范復恆泰 不不不不 范重高時 Sorry 范重高時 就對著 玲目實 Shelton Benjamin 又打 不用覺 這些 跟著NWA 這個 雙打 共軍 有Freeway 夠啊 不要開 我現在聽到NWA都害怕 天島 就對著Rob Conway 這個應該是Jack Steen 因為我日文看不到 應該是Jack Steen 就對著一個 呃 呃 呃 我發覺近來很少見到他們 呃 因為重量級 現在在Blood Cup 那 他們老實說 現在是NWA 不是 因為剛剛輸了 嘛 他們輸了給Blood Cup 那 你又不可能 又回頭隔 不斷回合 會死的 欸 對了 天神村來了兩個人 放了一條TITLE 就差那條 天神村 唉 不知道 啊 啊 現在 前面還有兩場 都是Dark match 來的 這個我才不看 但是 我們有個聽眾 我們剛剛開咪之前也被 暗示了他應該會買這種 看看你們會不會願意花25美元 去Ustream買這場比賽 我應該都會買的 等一下 剛剛我們現在在網路上說Monday night show更正 那個不是Justin 那個是Bisco West Brisco 天島對著Conway和West Brisco 再加一個QLED squad 算了 算了 都是天神村村民而已 神仙A拍著神仙C 算了吧他們 夠了 不想看到他們 NWA 之前Bruce Duff還說 遲些會有全國性的電視合約 我看到才相信 算了 算了 別管他 今集的節目就先說到這裏 看看下星期的Go Home Show 看看這場配備他們的build-up有什麼做法 還有看明天IWGP的重量級半軍會不會轉手 好 好 那我們今集就先說到這裏 下星期的縮角時報 再跟大家說說縮角 暫時就先說到這裏 多謝各位收聽 就這樣 拜拜 拜拜 多謝你收聽Only One Radio 的節目 想知道更多的節目內容和收聽其他節目 可以登上 www.onlyone-radio.com 律 對 一起 耳